佛陀有一天对弟子阿南说 久远节前我曾经是富有的商人和许多商人一起入海采寻珠宝 我们到了有宝物的地点 大家各自入海搜寻 寻获了很多珍贵的宝物 正当我们满载而归要回去时 没想到中途遇到大浪 船身被凶猛的海浪打坏 大家纷纷掉落水里 有的游水 有的攀着破船的木板 而不会游泳又抓不到漂浮物的 就这样被凶恶的海浪卷去了 有的游水 这时我带着漂浮的气囊 安稳地在海上飘渡 我看到不远处 有五个商人手牵着手 在水面浮浮沉沉 生死就在呼吸间了 他们看见我在海浪中游泳行走没有问题 就用声明道 救命啊 您发慈悲心救救我们吧 我马上对他们说 你们不要害怕 我会帮你们安稳地渡过这片海面 于是我转身向这五人遇难的地方游去 自己默念着 在大海中尸体不会沉下去 如果我今天舍弃这个身体 那五个商人一定能脱离险境 我主意已定 便一手拿着扶囊 一手拿着宝剑 对那五人大喊 喂 你们赶快爬上我的身体 而且千万不要松手 那五个商人都想要逃生 有的跨坐在我的背上 有的紧紧抱着我的双肩 有的拖住了我的脚 然后我坚定起勇猛的信心 马上用锐利的宝剑断了自己的性命 没过多久 海面卷起一阵大喇 在一刹那间 推着这个死尸直冲上浅滩 那五名商人就这样被送上岸 欢喜庆祝得到新的生命 这五个商人就是现在 首先被度化解脱的五大弟子 这五人和我有好几世的因缘 以往在大海中 我使他们安全度过灾难 欢乐归还家乡 今天又令他们在生死的苦海中 早点得到度化解脱 安全住在涅槃寂静世界的岸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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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